Hello 大家好 我是Peggy 我今天想要和你們分享一下兩個背包的比較 那你們拆到是哪兩個了嗎 就是這兩個後背包 一個是Louis Vuitton Mini Pond Spring Backpack 還有一個是Chanel Gabriel Backpack 這個也是小的尺寸 在之前的影片裡我有和你們說過 我用了一陣子之後 會和你們分享一下我使用上的心得 還有這兩個包包的比較 那我覺得應該是時候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進入正題 我這次還有做好筆記 那我們敲一下 這兩個包包都是我最近超常背的包包 如果你看我IG的話你就會知道了 LV Mini Pond Spring是我最常背的 就是如果我每次去上班我都會背這個 因為就是很方便 直接套上身就OK了 那我們先從大小開始 Chanel Backpack的話 它是23x22.5x10.5公分 那LV的話是15x22x9公分 給你們對照一下 基本上就是Chanel Backpack的大小是比 這個Louis Vuitton大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他們裝的東西差不多 因為它這個Chanel它的包是這種漱口的 所以其實它主要能裝的地方也是在這個部分 譬如說 這個看似好像可以裝一本書對不對 但是它其實不太行 給你們看一下 它就會長成這樣 如果你硬是要放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它長得就變得很醜 你可能要再帶小一點的書 它才可以放得下去 我覺得這個LV Mini Pond Spring它 乍看之下很小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很能裝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的 我裝了什麼 因為我就是最近很常用它 所以已經有裝東西了 好 有這個卡夾 收據 手機 零錢包 眼鏡 再一張收據 還有這個裝一些 證件啊 一些雜物的東西 擦拭布 護唇膏 護身符都在裡面 然後 鑰匙包 和護手霜 再一個 一盒護手霜 然後 也是收據 對 就是這樣子 前面這邊的話 等一下 前面的話我放了 香水 前面這個我就沒有放什麼東西 這個包 它是真的很能裝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如果我每次要找東西 我都要一直在裡面翻來翻去 因為它這個算是小包嘛 所以就被塞得很緊 就不太容易把東西拿出來 就是我每次要拿東西的時候 都會在裡面 就是敲來敲去 然後再來是 這個的話 也是差不多 我每次 可以裝差不多的東西 其實我每次帶東西都那樣子 就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然後 我就是 如果要換包包的話 就是那幾個東西拿出來 然後放到另外一個包 然後 那我有時候會帶兩支手機 因為一支是公視機 然後一支是私人的手機 這個 放進去 好 那就是跟剛剛那些 跟剛剛那些 放進去的東西差不多 然後 裝完之後 就其實差不多了 是不是還可以再放一些 好 那它們尺寸雖然看起來 差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 它們能裝的東西差不多 給你們參考一下 再來是皮質的部分 Chanel Gabriel Backpack 它這個是 仿舊的小牛皮 就是它是很滑的那種 那 它這個包包是 故意做得有一種復古的感覺 所以你會看到有很多這種皺摺 但我還蠻喜歡的 這種感覺 有些人不太喜歡 但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然後 還有我覺得 這邊底部的部分 我覺得還蠻脆弱的 就是 使用上要小心 因為它很容易被刮到 它是軟皮 你看 像這裡就有一點點 使用這個包包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去撞擊 任何粗糙的表面啊 然後手指甲也不要去刮這個包包 因為它這個還 它的皮質是還蠻脆弱的那種 那這一顆 mini-pone spring 它的表面這邊是 LV經典的塗層帆布 所以它非常的耐用 它有防水啊 還有 防刮 像我這樣子 用指甲刮也不會有 不是 那你不要故意拿那種很尖銳的東西去刮 它它還是會 出事情 這個LV的經典帆布不用我多介紹 它就是一個很耐用的材質 跟Chanel backpack比的話我更常使用它 因為我個人是一個蠻初心的人 所以 像我平常去上班的話 我都會直接背這個包包 然後就可以往那個 櫃子一丟 就是比較不會心疼 但是還是要小心 因為它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部分 還有它的 肩帶的部分是 牛皮做的 所以 它這個地方還是會刮到 所以也是要小心 還有這裡 也是要小心 它們兩個包包的裡面的內襯 都有一個小格的可以裝卡 或者是 鈔票 看到沒有 這裡 還有 這邊也是 可以放一個卡 這些東西 但是我很少用 因為包包很常換來換去 所以卡的話我也是直接用卡架 所以就 不太用到那一層 再來是講到它們的風格 這個Chanel Gabriel Black Pack 就是給人家一個很優雅典雅的感覺 然後 我覺得背起來就是 整個氣質會不太一樣 LV Mini Pond Spring 就是帶給人家一種 甜美中帶點帥氣 然後比較休閒casual的感覺 以風格來講 我覺得它們兩個差的還蠻多的 所以就是 看你個人比較走 哪一種風囉 再來講到價格的部分 Chanel Gabriel Backpack 是Mini Pond Spring的兩倍 你買一個這個包 你可以買兩個Mini Pond Spring 所以 這個包是真的還蠻貴的 以價格為考量的話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貴 那這個的話就是比較沒那麼貴 好 那這個包可以買兩個Mini Pond Spring 嗯 沒錯 這個是 2750欧 那這個是 1450欧 重點來了 LV和Chanel是 永遠一直在漲價 完全不會有特價 也不會有 Outlet的品牌 所以呢 我只能說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這兩個品牌的 包包的話 真的要趁早買 不然 他們真的是 每年都漲 我就覺得 然後 嗯 如果你真的很想一個包花 但是你沒有即時下手 你就是每年一直看 它一直漲價 一直漲價 一直漲價 然後你的心就會很痛很痛很痛 對 這就是我的 一些 小小的 建議 再來是 實用性 我覺得 這個 Mini Pond Spring 比 Chanel Backpack 更實用一點 因為它 是帆布的 材質 所以 嗯 使用上 可以 不用那麼小心 就是對於出現人來說 那 這個包包的話 就是你使用上要非常小心 因為它皮質還蠻脆弱的 還有說到 實用性嘛 肩帶 它這個 Mini Pond Spring 是附給你兩條肩帶 然後 它的肩帶是可以調長度的 而且你可以任意變化 你像我就是最常是 只放一條肩帶 然後 就可以寫背了 因為在歐洲我覺得背後背包有點危險 感覺好像一背頭 所以 我基本上都是放寫肩帶 然後寫肩背 以肩帶方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 LV更剩 Chanel Gabriel 因為Chanel Gabriel 它這個是 不可以調的嘛 已經固定住了 所以就是這個長度 不會依照你升高的 你不可以依照你升高的高矮 繼續就是調的長度 但是 對於就是亞洲 嬌小女生來說 它的後背長度是剛好的 反而我覺得 LV的後背長度 我覺得很長很長很長 那這個就是Chanel Gabriel backpack 背起來的樣子 我覺得它的長度很適合我的身高 就是很剛好 但是我覺得它 因為它是沒有拉鍊 所以我覺得它沒有那麼的安全感 其實如果要防小偷的話就是 這樣子拉直的話 這樣後面的人就不倒不開 然後它這個也是可以寫肥 但是基本上我這個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你看 它這個是不是 比例非常的怪 就是太長太長太長 LV的後背包背起來 不是這樣 就還蠻長的 或者是這樣子背 那我覺得 鞋背這樣的長度 就會比剛剛的Chanel Gabriel 更適合我的身高 就是在肚臍前方 不是在這邊 要再說一個比較的話就是 LV的backpack它是有拉鍊的 所以我覺得比起來會比 Chanel Gabriel backpack來說 會更安全一點 就是以安全感來說 那我今天的比較就在這裡結束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看你們自己 個人的喜好風格去選包包 我知道很多人在這兩個之間選擇 所以就是和你們分享一些資訊 看可不可以給你們做一些參考 但是我這兩個包我都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我不知道 如果硬要我選一個的話 我真的很難抉擇 還是要看你們自己個人的價格考量 風格去做決定 那我這次和你們分享一些資訊 希望也可以給你們一些幫助 不知道我有沒有分享的很詳細 但是就是大概點到一些point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給我點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留言和我說一些心得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和我說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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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